红楼梦 第八十二回 老学就讲一锦玩心 并消香吃魂惊恶梦 话说宝玉下学回来见了贾母 贾母笑道好了 如今也马上了龙头了 去吧见见你老爷回来散散而去吧 宝玉答应着去见贾政 贾政道这早晚就下了学了吗 师父给你定了功课没有 宝玉道定了 早起礼书饭后写字上午讲书念文章 贾政听了点点头儿 应道去吧还到老太太那边陪着坐坐去 你也该学些人工道理 别一味的贪玩 晚上早些睡天天上学早些起来 你听见了 宝玉连忙答应几个事 退出来忙忙又去见王夫人 又到贾母那边打了个照面儿 赶着出来恨不得一走就走到消香馆才好 刚进门口便拍着手笑道我依旧回来了 蒙克里道唬了黛玉一跳 子涓打起帘子宝玉进来坐下 黛玉道我恍惚听见你念书去了 这么早就回来了 宝玉道哎呀了不得 我今儿不是被老爷叫了念书去了吗 心上到像没有和你们见面的日子了 好容易熬了一天 这惠子瞧见你们 竟如此而附身的一样 真真古人说一日三秋 这话再不错的 黛玉道你上头去过了没有 宝玉道都去过了 黛玉道别处呢 宝玉道没有 黛玉道你也该瞧瞧他们去 宝玉道我这惠子懒带动了 只和妹妹坐着说一回子话而罢 老爷还叫早睡早起 只好名儿再瞧他们去了 黛玉道你坐坐儿 可是正该歇歇而去了 宝玉道我哪里是乏 只是闷得慌 这惠子咱们坐着才把闷散了 你又催起我来 黛玉微微的一笑 应叫子涓 把我的龙井查给二爷七一碗 二爷如今念书了 笔不得头里 子涓笑着答应 去拿茶叶 叫小丫头子七茶 宝玉接着说道 还提石门念书 我最厌这些道学话 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 拿他匡公民混饭吃也罢了 还要说带圣贤利言 好些的 不过拿些经书凑搭凑搭还罢了 更有一种可笑的 肚子里原没有石门 东拉西扯 弄得牛鬼蛇神 还自以为博傲 这哪里是惨发圣贤的道理 木下老爷口口声声叫我学这个 我又不敢为傲 你这会子还提念书呢 带玉道 我们女孩儿家虽然不要这个 但小时跟着你们与村先生念书 也曾看过 内中也有尽情尽礼的 也有轻微但远的 那时候虽不大懂 也觉得好 不可一概摸倒 况且你要取公民 这个也轻贵些 宝玉听到这里 觉得不胜入耳 音响带玉从来不是这样人 怎么也这样是玉熏心起来 又不敢在他跟前驳回 只在鼻子眼里笑了一声 正说着 忽听外面两个人说话 却是邱文和子娟 只听邱文道 席人姐姐叫我老太太那里接去 谁知却在这里 子娟道 我们这里才漆了茶 索性让她喝了再去 说着 二人一起进来 宝玉和邱文笑道 我就过去 又劳动你来找 邱文未及答言 只见子娟道 你快喝了茶去吧 人家都想了一天了 邱文催道 呸 好混账丫头 说得大家都笑了 宝玉起身才辞了出来 带玉送到屋门口 而子娟在台阶下站着 宝玉出去 才回房里来 却说宝玉回到怡红院中 进了屋子 只见席人从里间迎出来 便问 回来了吗 邱文匀道 二爷早来了 在林姑娘那边来着 宝玉道 今日有事没有 席人道 事却没有 方才太太叫鸳鸯姐姐来吩咐我们 如今老爷发狠叫你念书 如有丫鬟们在敢和你玩笑 都要照着情文 思奇的立办 我想服侍你一场 转了这些言语 也没什么趣儿 说着便伤起心来 宝玉忙道 好姐姐 你放心 我只好生念书 太太再不说你们了 我今儿晚上还要看书 明日师父叫我讲书呢 我要使唤 横树有摄月秋文呢 你歇歇去吧 席人道 你要真肯念书 我们服侍你 也是欢喜的 宝玉听了 赶忙吃了晚饭 就叫点灯 把念过的四书翻出来 只是从何处看起 翻了一本 看去张张里头似乎明白 细暗起来 却不很明白 看着小柱 又看讲张 闹到帮子下来了 自己想到 我在诗词上觉得很容易 在这个上头竟没头脑 便坐着呆呆的呆响 席人道 歇歇吧 做功夫也不在这一时的 宝玉嘴里只管胡乱答应 摄月席人才服侍他睡下 两个才也睡了 极致睡醒一觉 听得宝玉抗上还是翻来覆去 席人道 你还醒着呢吗 你倒别混响了 养养神 明儿好念书 宝玉道 我也是这样想 只是睡不着 你来给我接去一层被 席人道 天气不热 别结吧 宝玉道 我心里烦躁得很 自把被窝退下来 席人忙爬起来按住 把手去他头上一摸 觉得微微有些发烧 席人道 你别动了 有些发烧了 宝玉道 可不是 席人道 这是怎么说呢 宝玉道 不怕 是我心烦的缘故 你别吵嚷 沈德老爷知道了 必说我装病逃学 不然怎么病得这样巧 明儿好了 圆到学里去 就完事了 席人也觉得可怜 说道 我靠着你睡吧 便和宝玉垂了一回几凉 不知不觉大家都睡着了 直到红日高升 方才起来 宝玉道 不好了 晚了 急忙梳洗壁 问了安 就往学里来了 带如已经变着脸 说 怪不得你老爷生气 说你没出席 第二天你就懒惰 这是什么时候才来 宝玉把昨儿发烧的话 说了一遍 方过去了 原就念书 到了下晚 带如道 宝玉 有一张书你来讲讲 宝玉过来一看 却是后生可谓张 宝玉心上说 这还好 幸亏不是学庸 问道 怎么讲呢 带如道 你把截指 句字细细而讲来 宝玉把这张先朗朗的念了一遍 说 这张书是圣人勉励后生 教他及时努力 不要弄到 说到这里 抬头向带如一瞧 带如觉得了 笑了一笑道 你只管说 讲书是没有什么必记的 礼记 尚说灵文不会 只管说 不要弄到什么 宝玉道 不要弄到老大无成 先将可谓二字激发后生的志气 后把不足为二字 警惕后生的将来 说吧 看着带如 带如道 也还罢了 串讲呢 宝玉道 圣人说 人生少时 心死财力 样样聪明能干 实在是可怕的 哪里料得定他后来的日子不像我的今日 若是悠悠忽忽到了四十岁 又到五十岁 既不能够发达 这种人虽是他后生时相各有用的 到了那个时候 这一辈子就没有人怕他了 带如笑道 你方才姐只讲得到清楚 只是句子里有些孩子气 吴文二字不是不能发达做官的话 文是实在自己能够名理见到 就不做官也是有文了 不然古圣贤有顿是不见知的 岂不是不做官的人 难道也是无文吗 不足为是使人料得定 方语焉知的知字对真 不是怕的字眼 要从这里看出方能入戏 你懂得不懂得 宝玉道 懂得了 带如道 还有一张 你也讲一讲 带如往前接了一篇 只给宝玉 宝玉看似无畏见好得如好色者也 宝玉觉得这一张却有些刺心 便陪笑道 这句话没有什么讲头 带如道 胡说 譬如场中出了这个题目 也说没有做头吗 宝玉不得已 讲道 是圣人看见人不肯好得 见了色便好得了不得 书不想得是信中本有的东西 人偏都不肯好他 至于那个色呢 虽也是从先天中带来 无人不好的 但是得乃天理 色是人欲 人哪里肯把天理好得像人欲试的 孔子虽是叹息的话 又是望人回转来的意思 并且见得人就有好得的 好得终是浮浅 只要像色一样的好起来 那才是真好呢 带如道 这也讲得罢了 我有句话问你 你既懂得圣人的话 为什么正犯着这两件病 我虽不在家中 你们老爷也不曾告诉我 其实你的毛病我却尽知的 做一个人 怎么不忘长进 你这会儿正是后生可畏的时候 无闻不足未全在你自己做去了 我如今献你一个月 把念过的旧书全要理清 再念一个月文章 以后我要出题目 叫你做文章了 如若懈怠 我是断乎不一的 自古道 成人不自在 自在不成人 你好生记着我的话 宝玉答应了 也只得天天按着功课干去 不提 且说宝玉上学之后 宝玉中圣绝亲近闲侠 习人道可做些活计 拿着针线要绣各冰榔包 而想着如今宝玉有了功课 丫头们可也没有饥荒了 早要如此 秦文何志弄到没有结果 吐死胡悲 不觉低下泪来 忽悠想到自己终身本不是宝玉的正配 原是偏防 宝玉的为人 却还拿得住 只怕娶了一个厉害的 自己便是由二姐 相邻的后生 素来看着贾母 王夫人光景及凤姐 而往往露出话来 自然是黛玉无遗了 那黛玉就是个多心人 想到此季 脸红心热 拿着针不知戳到哪里去了 便把活计放下 走到黛玉处去探探她的口气 黛玉正在那里看书 见识席人 欠身让座 席人也连忙迎上来问 姑娘这几天身子可大好了 待遇到 哪里能够 不过略应朗歇 你在家里做什么呢 席人道 如今宝二爷上了学 房中一点事而没有 因此来瞧瞧姑娘 说说话而 说着 子娟拿茶来 席人忙站起来道 妹妹坐着吧 英又笑道 我前儿听见秋文说 妹妹背地里说 我们什么来着 子娟也笑道 姐姐信她的话 我说宝二爷上了学 宝姑娘又隔断了 连香菱也不过来 自然是闷的 席人道 你还提香菱呢 这才苦呢 撞着这位太岁奶奶 难为她怎么过 把手伸着两个指头道 说起来 比她还厉害 连外头的脸面都不顾了 带玉接着道 她也够瘦了 油二姑娘怎么死了 席人道 可不是 想来都是一个人 不过名分里头差些 何苦这样读 外面名声也不好听 带玉从不闻 席人背地里说人 经听此话有音 便说道 这也难说 但凡家庭之事 不是东风压了西风 就是西风压了东风 席人道 坐了旁边人 心里先切了 哪里到敢去欺负人呢 说着 只见一个婆子在院里问道 这里是林姑娘的屋子吗 哪位姐姐在这里呢 雪焰出来一看 模模糊糊认得是薛姨妈那边的人 便问道 坐石磨 婆子道 我们姑娘打发来给这里林姑娘送东西的 雪焰道 略等等儿 雪焰进来回了带玉 带玉便叫领她进来 那婆子进来 请了安 且不说送石磨 只是去着眼瞧带玉 看得带玉脸上道不好意思起来 因问道 宝姑娘叫你来送石磨 婆子方笑着回道 我们姑娘叫给姑娘送了一瓶儿密建立之来 回头又瞧见席人 便问道 这位姑娘不是宝二爷屋里的花姑娘吗 席人笑道 妈妈怎么认得我 婆子笑道 我们只在太太屋里看屋子 不大跟太太 姑娘出门 所以姑娘们都不大认得 姑娘们碰着到我们那边去 我们都模糊记得 说着 将一个瓶儿递给雪焰 又回头看看带玉 因笑着向席人道 愿不得我们太太说 这林姑娘和你们宝二爷是一对儿 原来真是天仙式的 席人见她说话造次 连忙岔道 妈妈 你乏了 坐坐吃茶吧 那婆子笑嘻嘻的道 我们哪里忙呢 都张罗勤姑娘的事呢 姑娘还有两瓶荔枝 叫给宝二爷送去 说着 颤颤巍巍告辞出去 带玉虽脑这婆子方才冒状 但应是宝钗时来的 也不好怎么样她 等她出了屋门 才说一声道 给你们姑娘道费心 那老婆子还只管嘴里 咕咕浓浓的说 这样好模样儿 除了宝玉 什么人情受得起 带玉只装没听见 席人笑道 怎么人到了老来 就是混说白道的 叫人听着又生气 又好笑 一时雪焰拿过瓶子来与带玉看 带玉道 我懒带吃 拿了歌起去吧 又说了一回话 席人才去了 一时婉妆将泻 带玉进了套间 猛抬头看见了荔枝瓶 不禁想起日间老婆子的一番混话 甚是刺心 当此黄昏人静 千仇万绪 堆上心来 想起自己身子不劳 年纪又大了 看宝玉的光景 心里虽没别人 但是老太太 舅母又不见有半点意思 深恨父母在时 何不早定了这头婚姻 又转念一想到 倘若父母在时别处定了婚姻 怎能够似宝玉这般人才心地 不如此时尚有可图 心内衣上一下 辗转缠绵 竟像露露一般 叹了一回气 掉了几点泪 无情无序 何一倒下 不知不觉 只见小丫头走来说到 外面与村甲老爷请姑娘 带玉道 我虽跟他读过书 却不比男学生 要见我做时么 况且他和舅舅往来 从未提起我 也不辨见的 应叫小丫头 回复身上有病不能出来 与我请安道谢就是了 小丫头道 只怕要与姑娘道喜 南京还有人来接 说着 又见凤姐同行夫人 王夫人 宝钗等都来笑道 我们一来道喜 二来送行 带玉荒道 你们说时么话 凤姐道 你还装时么呆 你难道不知道 凌姑爷生了湖北的梁道 娶了一位继母 十分合心合意 如今想着你料在这里 不成事体 因托了甲雨村作梅 将你许了你继母的 时么亲戚 还说是续贤 所以带人到这里 来接你回去 大约一到家中 就要过去的 都是你继母做主 怕得是道而上 没有照应 还叫你连二哥哥送去 说得带玉一身冷汗 带玉又恍惚父亲 果在那里做官的样子 心上急着 硬说道 没有的事 都是凤姐姐混闹 只见行夫人 向王夫人使个眼色 而她还不信呢 咱们走吧 带玉含着泪道 二位救母做作去 众人不言语 都冷笑而去 带玉此时心中甘疾 又说不出来 耿耿叶叶 恍惚又是和甲母 在一处的事的 心中想到 此事为求老太太 或还可救 于是两腿跪下去 抱着甲母的腰说道 老太太救我 我南边是死也不去的 况且有了继母 又不是我的亲娘 我是情愿跟着老太太一块儿的 但见老太太呆着脸儿笑道 这个不甘我事 带玉哭道 老太太 这是什么事呢 老太太道 续嫌也好 道多一副妆帘 带玉哭道 我若在老太太跟前 绝不使这里分外的闲钱 只求老太太救我 甲母道 不忠用了 做了女人 终是要出嫁的 你孩子家不知道 在此地终非了局 带玉道 我在这里情愿自己做个奴婢过活 自作自吃 也是愿意 只求老太太做主 老太太总不言语 带玉抱着甲母的腰哭道 老太太 你向来最是慈悲的 又最疼我的 到了紧急的时候怎么全不管 不要说我是你的外孙女儿 是隔了一层了 我的娘是你的亲生女儿 看我娘份上 也该互必些 说着 壮在怀里痛哭 听见甲母道 鸳鸯 你来送姑娘出去歇歇 我道被她闹罚了 带玉琴之不适路了 求去无用 不如寻各自尽 站起来 往外就走 生痛自己没有亲娘 便是外祖母与舅母姐妹们 平时何等待的好 可见都是假的 又一想 今日怎么独不见宝玉 或见一面 看她还有法儿 便见宝玉站在面前 笑嘻嘻地说 妹妹大喜呀 带玉听了这一句话 越发急了 也顾不得时么了 把宝玉紧紧拉住说 好宝玉 我今日才知道 你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了 宝玉道 我怎么无情无义 你既有了人家儿 咱们各自干各自的了 带玉越听越气 越没了主意 只得拉着宝玉哭道 好哥哥 你叫我跟了谁去 宝玉道 你要不去 就在这里住着 你原是许了我的 所以你才到我们这里来 我带你是怎么样的 你也想想 带玉恍惚又像果曾许过宝玉的 心内忽悠转杯作喜 问宝玉道 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 你到底叫我去不去 宝玉道 我说叫你住下 你不信我的话 你就瞧瞧我的心 说着 就拿着一把小刀子 往胸口上一画 只见鲜血直流 带玉下得魂飞魄散 忙用手握着宝玉的心窝 哭道 你怎么做出这个事来 你先来杀了我吧 宝玉道 不怕 我拿我的心给你瞧 还把手在化开的地方而乱抓 带玉又颤又哭 又怕人撞破 抱住宝玉痛哭 宝玉道 不好了 我的心没有了 活不得了 说着 眼睛往上一翻 咕咚就倒了 带玉拼命放声大哭 只听见子涓叫道 姑娘 姑娘 怎么眼住了 快醒醒儿 脱了衣服睡吧 带玉一翻身 却原来是一场噩梦 猴肩犹是哽咽 心上还是乱跳 枕头上已经湿透 肩被身心但绝冰冷 想了一回 父亲死得久了 与宝玉尚未放定 这是从哪里说起 又想梦中光景 无依无靠 再真把宝玉死了 那可怎么样好 一时痛定思痛 神魂俱乱 又哭了一回 便身微微的出了一点儿汗 扎震起来 把外罩大扰脱了 叫子涓盖好了被窝 又躺下去 翻来覆去 哪里睡得早 只听得外面嬉嬉洒洒 又像风声 又像雨声 又停了一回子 又听得远远的 妖呼声儿 却是子涓已在那里睡着 鼻息出入之声 自己扎震着爬起来 围着背做了一回 觉得窗缝里透进一缕凉风来 吹得寒毛直树 便又躺下 正要朦胧睡去 听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 家雀儿的生儿 啾啾唧唧叫个不住 那窗上的纸 隔着梯子 渐渐的透进清光来 黛玉此时已醒得双眸炯炯 一回儿咳嗽起来 连子涓都咳嗽醒了 子涓道 姑娘你还没睡着吗 又咳嗽起来了 想是早了疯了 这会儿窗户只发青了 也带好亮起来了 歇歇儿爸 养养神 别静着想长想短的了 黛玉道 我何尝不要睡 只是睡不着 你睡你的吧 说了又嗽起来 子涓见黛玉这般光景 心中也自伤感 睡不着了 听见黛玉又嗽 连忙起来 捧着弹河 这时天已亮了 黛玉道 你不睡了吗 子涓笑道 天都亮了 还睡时吗呢 黛玉道 既这样 你就把弹河儿换了吧 子涓答应着 忙出来换了一个弹河儿 将手里的这个河儿放在桌上 开了套尖门出来 人就带上门 放下撒花软帘 出来叫醒学验 开了屋门去到那盒子时 只见满盒子潭 潭中好些血腥 唬了子涓一跳 不觉失声道 哎呦 这还了得 黛玉里面接着问是什麽 子涓自知失言 连忙改说道 手里一滑 几乎撂了潭盒子 黛玉道 不是盒子里的潭有了什麽 子涓道 没有什麽 说着这句话时 心中一酸 那眼泪直流下来 生而早已差了 黛玉因为喉间有些甜心 早自疑惑 方才听见子涓在外边诧异 这会子又听见子涓说话 声音带着悲惨的光景 心中觉了八九分 便叫子涓 进来吧 外头看两者 子涓答应了一声 这一声更比头里凄惨 竟是鼻中酸楚之音 黛玉听了 量了半截 看子涓推门进来时 上拿手帕试眼 黛玉道 大清早起 好好的为什麽哭 子涓勉强笑道 谁哭来 早起起来 眼睛里有些不舒服 姑娘今夜大概 比往常醒的时候更大吧 我听见咳嗽了大半夜 黛玉道 可不是 越要睡 越睡不早 子涓道 姑娘身上不大好 依我说 还得自己开解这些 身子是根本 俗语说的 留得青山在 依旧有柴烧 曠这里自老太太太太太起 哪个不疼姑娘 指这一句话 又勾起黛玉的梦来 觉得心头一壮 眼中一黑 神色巨变 子涓连忙端着弹河 雪燕垂着脊梁 半日才吐出一口弹来 弹中一缕子血 速速乱跳 子涓 雪燕脸都虎黄了 两个旁边守着 黛玉便昏昏躺下 子涓看着不好 连忙弩嘴叫雪燕叫人去 雪燕才出屋门 只见翠吕 翠末两个人笑嘻嘻的走来 翠吕便道 林姑娘怎么这早晚还不出门 我们姑娘和三姑娘都在四姑娘屋里 讲究四姑娘化的那张原子锦儿呢 雪燕连忙摆手 而翠吕翠末二人道都吓了一跳 说这是什么缘故 雪燕将方才的是一一告诉他二人 二人都吐了吐舌头而说 这可不是玩的 你们怎么不告诉老太太去 这还了得 你们怎么这么糊涂 雪燕道 我这里才要去 你们就来了 正说着 只听子涓叫道 谁在外头说话 姑娘问呢 三个人连忙一起进来 翠吕翠末见带欲盖着被躺在床上 见了他二人便说道 谁告诉你们了 你们这样大惊小怪的 翠末道 我们姑娘和云姑娘才都在四姑娘屋里 讲究四姑娘化的那张原子徒儿 叫我们来请姑娘来 不知姑娘身上又欠安了 黛玉道 也不是十么大病 不过觉得身子略软些 躺躺而就起来了 你们回去告诉三姑娘和云姑娘 犯后若无事 倒是请他们来这里做作罢 宝二爷没到你们那边去 二人答道 没有 翠末又道 保二爷这两天上了学了 老爷天天要查功课 哪里还能像从前那么乱跑呢 黛玉听了 默然不言 二人又略战了一回 都悄悄的退出来了 且说探春湘云正在席春那边 论凭席春所画大观园图 说这个多一点 那个少一点 这个太疏 那个太密 大家又溢着提师 卓人去请黛玉商议 正说着 呼见翠吕翠末 二人回来 神色匆忙 湘云便先问道 林姑娘怎么不来 翠吕道 林姑娘昨日夜里又犯了病了 咳嗽了一夜 我们听见雪燕说 吐了一盒子弹血 探春听了 诧异道 这话真吗 翠吕道 怎么不真 翠末道 我们刚才进去 去瞧了瞧 颜色不成颜色 说话儿的气力儿都为了 湘云道 不好的这么招 怎么还能说话呢 探春道 怎么你这么糊涂 不能说话 不是已经 说到这里 却艳住了 习春道 林姐姐那样一个聪明人 我看她总有些瞧不破 一点半点儿都要认起真来 天下是哪里有多少真的呢 探春道 既这么早 咱们都过去看看 倘若病得厉害 咱们好过去告诉大嫂子回老太太 传大夫进来瞧瞧 也得个主意 湘云道 正是这样 习春道 姐姐们先去 我回来再过去 于是探春 湘云扶了小丫头 都到肖香馆来 进入房中 待遇见她二人 不免又伤心起来 应又转念想起梦中 连老太太尚且如此 何况她们 况且我不请她们 她们还不来呢 心里虽是如此 脸上却爱不过去 只得勉强令子绢扶起 口中让座 探春 湘云都坐在床檐上 一头一个 看了黛玉这般光景 也自伤感 探春便道 姐姐怎么身上又不舒服了 黛玉道 也没什么要紧 只是身子软得很 子绢在黛玉身后 偷偷的用手指 那弹劾而 湘云到底年轻 性情又坚直爽 伸手便把弹劾拿起来看 不看则已 看了虎的精一不止 说这是姐姐兔的 这还了得 初时 黛玉昏昏沉沉 吐了也没戏看 此时见湘云这么说 回头看时 自己早已挥了一半 探春见湘云冒失 莲芒姐说道 这不过是肺火上炎 带出一半点来 也是常事 偏是云丫头 不拘石吗 就这样歇歇遮遮的 湘云红了脸 自毁失言 探春见黛玉精神短少 似有凡卷之意 莲芒起身说道 姐姐静静的养养神吧 我们回来再瞧你 待遇到 累你两位店者 探春又嘱咐子娟好生 留神服侍姑娘 子娟答应着 探春才要走 只听外面一个人嚷起来 未知是谁 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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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